现在我和女儿去看电影了 是贾玲主演的热浪滚烫 热蜡 热蜡滚烫 看电影的人还蛮多的 咱们是最后一个呀 那个呀 大家好 我刚看完电影热蜡滚烫回来 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影片 其中呢有笑点也有泪点 影片中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所以啊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个 善良自卑逃避 自暴自弃的胖女孩 当经历了亲情友情 爱情的轻视 嘲笑利用 欺骗 这些以后啊终于觉醒 坚持持之以恒的刻苦的锻炼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 拳击手的励志故事 女孩的体重啊也从200多斤 降到了100多斤 当照镜子的那一刻呀 女孩找回了丢失的自信 也悟出了人生的真体 无论多难都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无悔的人生 影片中有一段女孩和她爸爸 关于苹果的对话 她说呀 我有一大一小两个苹果 当朋友管我钥匙 我应该给她哪个呢 她爸爸说你应该给她大的 女孩说 我两个都给了她 朋友们都以为我不爱吃苹果呢 确实是如此啊 生活中啊爱也是要有底线的 否则你会遍体鳞伤 这个电影啊非常值得一看 因为有女儿在嘛 女儿要看我就陪她去看了 却意外收获了满满 我一个人是不会去上电影院看的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也想了 我们中老年人也应该向年轻人们学习 要适当的调剂生活 不要因为年龄啊 就把一些活动项目拒之门外 其实啊有的好电影 还是应该出去看看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到这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